接下来的中休连续假期 您想好要到哪里玩了吗 新北万里蟹季已经开跑咯 9月16号在附近渔市 将要举办当季渔产料理免费试吃的活动 同时在当天的下午一点到四点半 现场还将要洒花 让民众可以一边品尝万里蟹 一边玩宝可梦 新北万里蟹产季开跑咯 今年特别规划了寻找蟹万里活动 只要你的名字叫蟹万里 10月22号就可以到野柳鱼港吃鲜蟹宴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在活动记者会上表示 秋天是吃蟹的最好吃节 大家一定要到新北市来吃 最新的万里蟹料理 我们知道这周就是中秋 所以中秋的时候 就是我们万里人 我们的大风修的时候 欢迎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说大家来新北市 尤其我们的白海华 我们的万里 我们白海华国亿港 都有最新最好吃的万里钱 而记者会现场也邀请餐厅业者 展示了多国风味的万里馅料理 包括了法式咖啡酱香蟹 港式避风糖炒蟹等等 尤其是这道法式咖啡酱香蟹 中西合璧并且搭配法国面包 吃起来相当有层次感 而民众只要拍照上传抽好看活动 就有机会可以品尝得到 这道菜是我们去年参加万里蟹的 这个梦幻料理比赛的第一名 叫做咖啡酱 那它是一个法式的料理 在台湾目前还吃不太到 这样的一个料理方式 那法式咖啡酱 它原本是在法国宫廷里面的一个宫廷菜 后来流入到民间之后 才辗转流到世界各地 那我们这一次比较创意的方式 把法式的做法 跟这个结合台湾的万里蟹来做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方式 另外富基渔市也趁着中秋廉假 9月16号将举办站来海岸线 蟹后富基港活动 现场将提供100份当季鱼产料理试吃 排队前20名还加码送现烤万里蟹 同时活动当天下午1点起 现场会连续撒花三个半小时 让来玩的民众可以边吃万里蟹 边玩宝可梦抓大前线 中秋假期还没有想到去哪里玩吗 到富基渔港来就对咯 记者声评张门琪新北市采访报导 好 nova 感谢观看